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立即在路边停车 孩子手上的东西已经全部掉地上 没有了知觉 孩子一只手用力握拳 嘴巴有点歪 用力咬紧牙 妈妈立即给孩子按推头部原始点 刚刚按完两侧的耳后原始点 孩子说 我好了 我们回家吧 睁鼓下眼原始点就没有按推 第二次发作 刚骑行不远 妈妈感觉孩子身体重重地扑在自己后背 妈妈便把车子停在路边 便叫孩子的名字 孩子没有任何回应 脸色苍白 手上的东西全部掉了 妈妈立即给孩子进行上背部原始点按推 刚按完上背部一侧 孩子醒了 又知觉了 但很虚弱 怕妈妈怀里 妈妈便按推上背部另外一侧原始点 便给孩子爸爸打电话 爸爸到了以后 孩子还是很虚弱 孩子说 很累 想睡觉 不想走路 爸爸就抱着孩子往家的方向走 爸爸边走边想 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妈妈刚才按醒就停手 是不是按推不到位 走了几米 到了楼单元入口 将孩子放在旁边电动车上 扶着孩子 让妈妈把上背部 头部原始点按推一遍 此时 按推孩子感觉痛 之前按推 孩子没有任何感觉 按推完以后 孩子说 自己可以走 然后由爸爸搀扶行走 爬了三梯台阶 进入电梯间 孩子自己按了锁住楼层 第三次发作 电梯上行过程中 孩子突然失去知觉 贪婪软下来 爸爸立即抱住她 另一手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按的过程中 孩子越来越往下沉 同时 妈妈也开始按推孩子的头部原始点 头部与上背部两人同时按推 约三分钟 上午10点46分49秒 孩子有感觉 眼睛睁开 第三次 在电梯里发作视频 上午10点45分52秒 至10点46分49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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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神様的电热温敷毯 温敷垫 整个后背 头部 及前胸 进行整体温敷 温度全部调成最高档 室内闷热 大概空调至奢视26度 此时 孩子脸色苍白 睁眼都很费力 让他左右手动一动 手都勉强地动一动 约上午11点20左右 孩子说渴 喝100毫升浓参汤 然后继续睡觉 11点40左右 自行起床吃午餐 10点51 11点10分 孩子回忆当时的感觉 第一次发作感觉想吐 紧接着就头晕 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记得自己走进电梯 记得在床上闷肤 其他发生的事情都不记得 下午在床上休息了半天 晚上出去散步 一切如常 原始点救了我女儿的生命 感恩张医师 请问第一次发作 妈妈给孩子按推时 即使已经清醒 是不是也应该把头部原始点 和上背部原始点 完整按完 操作过程中 错误及不足 请张医师指正 好 这一个过程中 我认为按推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第一次他孩子发作的时候 孩子东西掉到地上 没有知觉 但他一手还用力握前 嘴巴有点歪 然后用力压紧压 从这几个症状来看 那妈妈按推头部原始点 完全正确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心脏骤停的话 他不可能还有力量握前 嘴巴也不可能有点歪 或用力咬紧牙 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非常明确的 这个一定是按头部原始点 所以他刚按完的时候 他就醒来 但我们说 按推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立刻怎么样 热源进去 但因为可能是回家路上 醒了以为就没有事 那就进入到他第二次的倒下 就是车子开 开到就是他感觉 孩子身体重重 铺在他的后背上 那妈妈再一次把车停在路边 这时候叫他也没有回应 但这一次的症状就有一点改变了 脸色苍白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知觉 叫他也不回应 从这几个现象来看 脸色苍白就是我们说的 面无光泽 那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那脸色苍白很明显的 不是在按推出的问题是 孩子的热人已经严重不足 那严重不足会影响到原本的体伤 原本比如说他头部有体伤 甚至上背部有体伤 那如果一严重的话 这些体伤就会加重 然后会进一步让他产生症状 那这时候他在进行上背部 因为这时候按推不能直接按推头部 所以他的妈妈我认为按推 整个概念是清楚的 就是这时候脸色苍白 然后也没有前面表现的这些症状 他只是整个扑倒在他身上 那我们说急救 如果分不清是头部或上背部 第一个一定要先按推上背部 原始痛点 因为有可能心脏发作 那如果心脏发作你先按头部 我怕来不及 所以我们现在急救都是 只要倒下去 然后看情形不对 先按推上背部就对 所以他也照这样做 那按推完立刻又缓解 但缓解了 因为他有脸色苍白 这个现象已经出现 照理应该是我们说的原始点 他是按推跟热炎是分不开的 按推完就醒的目的 其实不是应该是这么说 急救最重要是保命 急事才是解症 那第二次看到脸色苍白的时候 如果有热炎是最好 比如有平常有软贴啦 或是他醒来 有一我们身边有一点姜汤啊 一般学原始点 很多人随身都会携带这些必备的 那如果有罪 那万一没有 一定要注重保暖 就是衣服啊 看看能不能帮他背部加强一下 那头部也是一样 尽量不要吹到风 那这样就可以减少他热能的消耗 然后赶紧回家 如果或是停在路边 找那个路边的人家 就是问有没有一些热的东西 就是让他女儿先进去休息 而不要急着赶回家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那就更完善了 就是因为他脸色已经苍白 热能也不足 然后又头部跟上背部很明显 都有可能 因为他按上背部马上就醒来 那我们之前有放急救上背部 急救救起来 不见得他已经脱离闲境 我们说有可能 患者有可能一次又一次 那慢慢在消耗热能 有时候到第三次 你再按就没有效 有时候甚至热能耗尽了 就救不起来 所以这一个绝对是很危急的 所以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如果大家以后遇到这样 因为现在是事后大家来讨论 如果没有遇到这样 大家不会想那么多 大家可能做的方式都是这样做 但是我的建议到第二步这样 就不要再急着把他带回家 这时候应该找附近的邻家 看有没有电热器或是有什么温热的 甚至让他躺下来盖温被子 这些都是值得尝试 但我相信家里一般都有热源 一定可以找得到 那当然这是事后讨论 一般民众不会有这么高的警觉性 那因为我们看太多的案例 知道这个会反复发作 而且你按堆醒来 也不可能就是说以后就一定没有事 而且已经脸色苍白了 也提醒我们那个热能是严重不足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爸爸也帮他就是背着孩子 就是最后背着 然后背回家 他觉得走路很累 走不大动 然后爸爸背着回家 这个进一步都已经显示热能 确实已经严重不足 然后他发作的又是触导 上背部跟头部都有 那来是蛮凶险的 在我看法 这种情况都不能忽略 你看那个我们放的影片 歌星有时候在唱歌 唱一唱蹲下去 然后没有人把它开关打开 然后也没有热源进去 甚至急救的时候 很多人都直接按CPR 那CPR按完热能更进一步消化 那就挂了 所以重点在这 然后解症是让他立刻清醒 那立刻清醒就是要准备 让他喝溶姜汤 或是可以用温敷 而不是继续在赶路或是什么 甚至如果有经验一点 甚至根本都不要让他再消耗热能 直接下车就直接背着上电梯了 也不要让他站着或走路 再进一步消耗热能 这个都非常重要 而且是细节 也就是因为结果是好的 但是万一呢 万一如果热能耗尽 所以我是觉得 他在第三次在电梯的时候 还有一次也是按头部或上背部 太强调按推了 那当然按到深层 又把他的最后的热能激发出来 但其实这个都已经算是蛮危急的 等于他的电力好像他跳电 你又把他接上保险师了 好像一下子电又可以运转 但超载超负荷 他体内热能是不足以应付的情况下 他终究还是要跳电 那还好这时候已经到家了 他爸爸把他背着直接进去 开始用电热器 然后加强温热 然后又给他醒来有喝一杯龙参汤 内外热炎再强力补充 然后因为孩子很疲惫 所以他到头就睡 那睡起来又有一些内外热炎 所以恢复得很快 然后他体伤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整个的急救 只要按到位置 然后他说知道痛 知道痛还是会消耗热能 那因为补充的够 事后也没有什么后遗症 但要了解的 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刚刚是处理的过程中 有一些细节上还是可以改进 我认为他有不但体伤 有体伤 但是更重要的是热能不足 而热能不足恰恰就是我们说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所以我认为这个急救非常危急 不要 我也说过 西医即便起来 他们去检查是没有问题的 他检查不出 心脏有什么问题或是主射什么 他是检查不出来 但你再倒下去 真的挂掉的时候 西医有时候也不知原因 有时候检查不知道为什么 那最后都会说 这个可能就是心肌梗塞 急色 心肌急性的梗塞 然后造成死亡 那为什么心脏会突然停止 西医没有热能的概念 绝对不可能跟你讲热能 那热能又检查不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以原始点的判断 非常危急 那救起来之后 紧接着我还是有一点建议 平常除了要求孩子锻炼体力以外 头部跟上背部尤其上背部 他应该还有痛点 因为他起来的时候说 他会想呕吐 想呕吐 那个上背部一定有体伤 还有最后倒下去 他妈妈第二次按上背部 他立刻醒来 那就更可以确定 上背部一定有体伤 那这个体伤 如果他哪一天孩子 体力又变差了 就有可能从上背部 又引发这种比较急症的 这个触稿的现象发生 万一你这一次是爸爸妈妈在 懂原始点 还可以帮他按推 然后甚至回来看赶快用热语 如果没有那这个孩子 也很可能是凶多吉少 在我看法 所以我看这个案例是 感觉还蛮危急的 但处理按推是没有问题 但热语的概念要再加强 也就是如果真的实在看不行了 不要勉强再让孩子回家 就立刻找父人家 然后懂得你们懂得 因为原始点是生活化 在生活中一定可以找到热语 那先让他温敷 甚至就盖个被子 然后有电热气就吹 然后让他躺着休息 这样也可以 这样体力也可以恢复 不是说一定要喝姜档 有时候躺着休息就够了 那你站着或坐着 还是在消耗热的 然后还有提东西 或是要抱着妈妈的背 这些都要用力 都会消耗热的 所以这一点也提醒 大家以后在急救方面 遇到这种紧急状况 第一个就醒 然后就如果附近有人家 立刻不要急着赶回家 就是立刻请人家 能够帮助 让他躺一下 说孩子已经没力了 然后用被子稍微盖一下 然后问问那一家 有没有一些电热气或是怎么样 那我相信这样的处理会更安全一点 这是一点小小的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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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